下一位,我們請黃委員郭昌詢問 詢問時間30分鐘 謝謝院長,麻煩有請楊被提名人 請被提名人 黃委員好 楊院長、楊法官好 您多年在司法的審判事務上面 盡心盡力的工作 首先對於您被提名為大法官 向您表達肯定之意 但是在國會裡面 針對大法官的審查 我們要挑選的不是一般的法官 是大法官 我想那個標準,楊院長心理應該非常的清楚 第一個最直接的問題 楊院長,你認為一個法官 為了自己小孩子的案子 向陳審的法官進行官說 出現了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應該要給這樣的法官 什麼樣的懲戒處分 有兩個人 一個人是官說者 另外一個是接受官說的 而且還進一步的 向何議廷的另一個法官進行官說 這兩個法官應該要接受什麼樣的懲戒處分 如果這是現在法官法所定的一個懲戒的種類 不管是按照以前所謂的 我們按照公務員懲戒法還是現在的法官法 我的標準都一樣 應該要受到什麼處分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於選擇撤職 撤職嗎 是是 這種行為可以容忍嗎 呃是這樣子 這種行為可以容忍嗎 因為撤職是法 他就不能這樣 這我了解啦 撤職免職下面的法律效果 我都很清楚 我現在的問題是 法官進行官說這件事情可以被容忍嗎 呃我是覺得不能夠被揭職 很好 但是蕭養龜的案子 高明哲的案子 當初我們的工程會是做什麼決定 哪有撤職啊 一個休職六個月 一個降二級改序 這個是人民為什麼失望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定法官法 為什麼在法官法裡面定職務法庭 為什麼我們要徹底改革 整個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監督機制 就是這樣子的案子 官官相護 讓人民傷透了心 您剛剛的回答非常好 這種法官就是應該撤職嘛 還有什麼好說的 降二級改序 休職六個月 開什麼玩笑啊 我們沿著 進一步啊 的問題 一個法官 在他承審的刑事案件當中 可以跟刑事被告私下會面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想應該是要迴避的 什麼叫應該要迴避 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啊 作為大法官這種基本的價值 展現出來給全國人民看 這個是法官一定要去注意的 就是不能夠與當事人有任何的接觸 不能夠那如果有接觸呢 如果有接觸呢 我在審理他的案子 他是我的被告 我跟他單獨相處 可以做這樣的事嗎 這是法官我剛強調的 法官一定要去注意 不能夠 可以做這樣的事嗎 好 不能做這樣的事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之前有個法官 叫做宋明昌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跟一個我們在政體專案 當初導致整個司法界蒙羞 全國人民震怒的案子裡面 其中一個被告叫做房阿森 那個是他以前的法官同僚 貪污罪的被告 就是他承審的案子 結果我們的宋明昌跟房阿森啊 既然私下會滅 私下會滅了以後呢 司法院震怒 給宋明昌停職 結果阿 全國人民更嚇壞的事情 不是給他停職阿 是給他停職的這個處分 宋明昌像我們那個時候法官法 新成立的職務法庭 去要求撤銷 結果竟然準了咧 每一筆出來都是給宋明昌平反 而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依照新的法官法所成立的職務法庭還給他平反 楊法官 您贊同這個判決嗎 這個案子喔 當時我應該是有參與的 那 您就是第一屆職務法庭裡面其中的一位法官 我不知道你們最後表決的票數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給你機會解釋 這個結果你贊成嗎 當時我記得 我印象中 他們的接觸是在 是在那個 高院的那個 高院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就是那個 什麼聯合服務中心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在法院的聯合服務中心見面沒有關係 是這樣嗎 標準是這樣嗎 不是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您贊成這個判決嗎 當時他們見面是因為 我記得事實是因為 當時 其中有一位應該是 哪一位 我應該是房阿森吧 他好像是說 他要去 他的律師吧 他的律師還是他本人 我現在不太記得了 應該說說他要提出 就是說他要把當時好像有一筆錢 所以呢 要還掉 所以呢 他這個還掉之後呢 因為當時他們那個聯合服務中心 他們不曉得怎麼處理 所以呢 然後呢 他就請這個承辦法官下來處理 所以承辦法官才下來 在那個聯合服務中心就是去 這種事情是承承的法官要下去處理的事情嗎 是嗎 應該嗎 把你的標準跟全體國人說清楚 贊不贊成這個判決 贊成還是不贊成 當時合議的時候 我不太記得了 你不太記得 你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是嗎 應該是同意啦 應該 最後的結論應該是 你如果 同意這個判決 我直接跟楊院長報告 我的標準 我的標準 我就無法接受 我進一步看這個所謂我們的職務法庭成立的第一號判決 裡面講的是什麼 他說 他說 宋明昌啊 是高院刑庭法官 因涉及貪污 罪的裡面 跟這個被告房阿森接觸 對司法公信力 當不至造成立即重大的危害 我的老天啊 這種判決理由都寫得出來 我做為一個法律人啊 我看到這樣子的判決理由啊 我跟宋院長報告 恕我無法同意 恕我無法同意啊 我也邀請全體的國人 去看一下這個判決 誰能夠同意啊 開什麼玩笑啊 第二個 第二個 簽差